有學者在分析的時候 好像沒有政治正確 所以就被叩叩姐周遇叩出征了嗎 這個部分我們要關心到的是 日本東京大學外語系的教授 蕭麗媛心信 他呢就有預測 在這一次的台灣22縣市長的選舉啊 民進黨拿5個縣市 國民黨可以一舉奪下15個縣市 那民眾黨一席 五黨籍也會有一席 但這樣的分析呢 他有進一步的來看 他認為其實最高的當選機率的縣市 會在哪裡呢 包含像是以藍營來講的話 新北市長侯友宜 非常有機會可以連任 以及台中市長盧秀燕 但是他也有再往下來看 可能當選 但是領先幅度不大的有哪些 包含像是台北市的蔣萬安 桃園市的張善政 新竹市高鴻安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括號 認為沈慧紅可能在這一波的操作是有得分的 會不會逆轉勝呢 他留下了一個問號 也請選民來鑑定一下 另外在苗栗啊 因為藍營是有一些紛紛擾擾的 所以在中東景的部分 徐定真可能會來逆轉勝 也就是玉蚌相爭 漁翁得利了嗎 還有他有點名在 基隆市以及澎湖縣的部分 但是這一名日本學者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的評論 一定有他的一些根據嗎 可是我們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嗎 現在你PO了這些分析 是不是顏色不對就不對了呢 所以我們就來看到周玉寇 他就說啊這個撒卡多的地方很詭異啊 你怎麼沒有說呢 所以他認為這一名日本學者 你過去評估的模式 完全不適用了啦 恕我直言 就在他下方留言區 大概有留了不止一個言 就是認為他這一項分析 不准啦就被出征了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學者他的涵養 還有他的回應 也是非常的禮貌 他說下個月我會拜訪您 來跟周玉寇小姐好好的來請教 因為周玉寇就直接說不準確啦 希望你可以改一下 你為你之前的那些評估的模式 但是呢 徐曉星就說啦 批評周玉寇讓日本人敗下陣來 可謂是台灣之光啊 但是在這個部分 有綠營的選戰操盤手 他就私下透露說 其實現在在北市的撒卡都 真的是藍綠白 大家都有勝算 但是也有可能會被棄保嗎 所以在這個部分 北市可能會是綠藍白 他們非常關注的焦點 因為勝選的關鍵就是比誰的動員力高 以及棄保效應會不會發生 那在11月下旬的選情 將會慢慢的升溫 真正進入到熱戰期 不過他說棄保的機率其實並不高 那會不會最後還是回歸在藍綠的選戰呢 我們也要請大家持續的鎖定我們的分析了 而在這個部分 像是在蔡英文 看起來是接連在幫陳時中在站台啊 而且呢他還說陳時中擔任指揮官的期間 用撲克排列 大家看到陳時中好像就看到了一股安定的力量 但真的是這樣嗎 那個時候有人說陳時中是撲克排列 我想疫情期間這麼樣子的嚴峻 每天看到死傷這麼樣多的人 恐怕也沒有辦法帶著一張小丑的笑臉 來迎接眾人吧 所以撲克排列是那個時候的標配 但你現在在選舉用撲克排列還對嗎 不過蔡英文是說啊 那個人他指的那個人就是前高雄市長韓國娛樂 他說那個人也有說過我長的白白胖胖 但是他輸給我了 所以他認為韓國娛的話不準啦 陳時中一定會當選 那陳時中就一個撲克排列 告訴你說 我們今天有多少多少的確診案例等等等等 那你那時候 你怎麼撲克排列 你如果不敢騙媽媽 你安定的力量嘛 那為什麼現在有人在說他呢 說他的那個人也說過我 說我長得白白胖胖的 可是他輸給我了 所以你一定會抓的啦 你要選個市長要找耐操的啊對不對 所以要耐操 你看他這邊就是耐操的人 不過選戰倒數30天了 這個熱度好像有被炒起來 民進黨秘書長林希耀 他昨天在中常會的時候就表示說 過去很冷清的選戰 已經在各地升溫當中囉 說本週推出支持18歲公民權之後 在下個禮拜中常會會繼續推出反黑金的論述 上個禮拜才被爆連勘災都有分局長要來出動陪同是不是在耍特權 結果沒想到又被抓包了 你拍個證件宣傳片裡面竟然有四名的遠景是全程的陪同 這在野黨就痛批說 卻有一位男子一直跟著陳時中還直接走在馬路中間 不斷四處張望 行警太詭異 後來被發現原來竟然是士林分局督察組的組長陳嘉宏 遠處還有另外三名遠景陪同 難道連拍個宣傳片都要動用四名遠景來為安 陳時中你現在不過是一屆平民 只是候選人就可以耍這麼大的官威 你去視察去勘災分局長來隨時再測 不過錄製一個宣傳片動用了分局的主管 士林分局回應當下是在執行候選人申請的違安勤務 但扯的是陳時中團隊說因為是不公開行程 沒有向了遠景提出違安要求 甚至還說根本不知道一直苦苦跟著的是警察 那真的是看到鬼了 難道警方是無聊自己知道陳時中會在那邊拍廣告片而跑去嗎 還是士林分局今天是眼巴巴想要去抱陳時中的大腿嗎 警察是人民的保姆並不是你的助選員 濫用警察的資源那他真的不夠合作為台北市長嗎 陳時中不只現在官架子十足 柯文哲炮轟他當指揮官時大頭陣就已經發作 當陳時中在立法院講那句話就完蛋了 世界怎麼追得上我們 我每次跟我的幕僚講說有一種病很難醫 現場闖紅燈警察不開彈 不過拍個廣告四名警察熱心來為安 陳時中還沒當市長蔡政府給他的特權已經讓百姓目瞪口呆 記者張佑慈 許孝豪SNG小組台北報導 我們就來統整一下最新一支的宣傳賦佑政策的影片被抓包士林分局的組長陪頭的片段 但是陳時中的進辦是發了聲明撇清說沒有要求任何的在地遠景為安 拍攝的團隊當下也不知情 但是前高雄市的新聞局長王潛秋他就說了 這根本就是遠景怕陳時中所到之處又有人開槍 我想先幫警方講講話 是因為陳時中實在是仇恨值太高 走到哪裡都有人要嗆他呀 那萬一走到哪裡又被嗆了呢 又被民眾衝突抱怨了呢 他乾脆就警察乾脆先到附近幫忙看 有要嗆的趕快幫他清場 這不是民進黨一貫的作為嗎 那所以其實是貼心幫忙 要不然怎麼辦呢 現在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照倫理論資排輩來升遷 只能這時候表現一下 只是現在又被切割說不認識 有點心酸而已 那基本上一定是為了為安 一定是因為陳時中太容易被討厭 太容易被嗆了 這已經是每日一嗆 今天好不容易在他有為安的情況之下 稍微幫他疏散一下 陳時中不要切割 要心存感激 謝謝這些警方 搞不好這些很多人埋伏在那裡 要嗆的時候 警方先幫你清場了 所以也許這個導演保留這個鏡頭 是一個感恩的心 謝謝他 感謝警方幫他清場 還有我覺得他真的是 演什麼不像什麼 這是真的非常標準的一個陳時中模式 你說他演關心寵物 上次講到寵物政策的時候 我就是可以 我演養寵物的人 我知道這個人絕對沒有養寵物 他沒有在關心的啦 他演婦幼政策 你看就是完全不關心婦幼嘛 小朋友在那邊如果有路障有危險 我們反射大人的動作 是趕快拉著小朋友 我們先幫他也一起先離開 因為小朋友更脆弱 我們大人還來得及反應 他沒有 要自己跑了 結果小孩子摔倒或怎麼樣 不管 這就是他的風格 然後插著口袋紅酒 就插了一杯紅酒嘛 所以他只有演什麼角色最像 其實他的靈眼不應該找這些人 把周一扣找去就好 也不需要什麼曹新城 只要周一扣在 我相信他會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有笑容 非常的甜蜜 他就不會有那些奧秉曹 陳時中團隊之前闖紅燈違規 那許曉星就說 遠景的密錄器怎麼沒開呢 對此難道是覆蓋掉 遇到陳時中就會真相全部消失嗎 前衛福部我們陳時中部長 但是喘紅燈被攔下來 那當然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爭議 那尤其民意代表有講出來 你的那個警察應該開密錄器 沒有開 好 那就算了 但另外有個重點是警 他們想要調閱警車的行車記錄器 然後也說 因為超過六個小時以後 他已經被洗掉 但是我們又看到好像規定是應該 要保存一個月 你可以講一下 現在警方在這一個 所謂警車的行車記錄器的這一個部分 現在規定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那警車行車記錄器 因為新多車一直都在使用 所以他那個 那個行車記錄器的容量 大概頂多四個小時至八個小時 就會重複一直cover一直cover掉 那我們規定是說 如果像我們執勤的那個小型攝影機 如果你有事件有需要保存的部分 一定要稍錄要保存一個月 是有這種規定 那有時候這個遠景出勤比較緊急一點 所以他的規錄器忘了開 所以自己都到現在是沒有錄到 這個就有一點缺失 這個我們都要檢討的 那這個部分 本席是不是可以建議警政署 對於警車的這一個行車的記錄器 如何來做加強 否則你要六小時八小時以後 就自然沒有了 那以後大家要調這相關資料的時候 你就調不到啦 所以這一點 警政署可不可以來加強檢討 這一個部分 好 我們來檢討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 好